如果沒有問題的話我開始跟各位介紹 開始跟各位介紹就是 第二個 lecture 的最後一個主題 就是 研體分類法 那研體分類法在 國家考試是一個非常喜歡考的一個 一個題目 那 我自己我在考應用地質技師的那一年 他就在不同的考科 分別出了25分的研體分類 研體分類法 也就是加起來在我考試的那一年 他就考了50分 那 不管是在用地質技師 或者在大力工程技師 研體分類法我覺得 似乎都是必考的一個內容 所以 從考試的這個角度 我覺得你當然有需要 要對研體分類要有清楚的了解 那除了在 這個考試方面以外 在實務上面 其實研體分類法也非常的重要 它的原因是在於 對於研盤工程 相對於對於土壤工程而言 研盤工程的難度 比土壤工程的難度 常常 它的這個分析的這個難度 比土壤工程還要高 原因在於就是你要得到 representative 具有代表性的 材料的 這個強度的特性 包括它的這個 這個 這個 強度 包括它的depromability 包括它的變形性 包括它的permeability 相加於土壤而言都是困難的 土壤你可以取一個sample 起來做三軸試驗 你可以得到三軸的強度 你可以得到 這個 這個 材料的C值 可以得到材料的白值 你可以take sample 做這個 三軸透水實驗 你可以去得到材料的 這個permeability 然後去做一些滲流分析 做一些這個 piping 或者這個heaving的這個分析 或者做這個flow net 但是對於研盤而言 你很難取到一個代表性的一個飾體 可以去代表in situ的size 真正的rock mass 它的engineering behavior 非常的不容易 現在的發展 有一些可能性 讓你可以去把不連續面的discontinuity 把它take into account 譬如說 在力學的分析裡面 有UDEC 在地下水流動的分析裡面 也有這些 這個地下水分析的 相關的這個軟體 可以去讓你去分析 given一些fracture 然後地下水怎麼樣 在這裡頭進行這個流動 那UDEC 也是給你一些這個discontinuity 讓你去做一些analysis 但是它的關鍵 會在於你怎麼去provide 一個reasonable的一個fracture的pattern 各位要知道 你要定量的把每一個fracture的position 它的extend 能夠完整的把它這個調查得到 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所以你可能會有一些統計的方法 去用統計的概念 去幫你generate 你的這個不連續面的這個network 那除了這個困難以外 這些不連續面的這個分析的方法 通常是比較佔這個計算 是比較計算上面是需要花比較長的時間 你在做input的時候也要花比較多的時間 所以它會是一個比較complex的一個simulation的方式 所以這個numerical solution 它有它的一些difficulty analytical它通常比較適合在一些比較simple的case 比較idealized的case 你可以用analytical的方式去得到你想要分析 或者是評估的這個要項 得到你要的這個結果 所以在研盤工程裡面 常常會用empirical的approach 也就是經驗法則 什麼樣子叫做經驗法則呢? 經驗法則的意思是這樣 就是說今天我一個工程師在台灣的宜蘭 打過宜蘭的雪山隧道 然後我去另外一個國家 它的地質條件跟雪山隧道的地質條件是類似的 我就可以把雪山隧道它的設計把它搬到那個國家去 如果雪山隧道是一個成功的經驗 雪山隧道可能在這個過程當中有一些失敗的經驗 這些失敗的經驗事後都會去檢討為什麼失敗 然後你把這個經驗把它挪到另外一個國家去 你就有可能能夠成功的複製雪山隧道的成功的經驗 然後避免掉一些失敗的經驗 這個是一個empirical approach 但是empirical approach不能完全依賴工程師個人的judgment 那個是比較主觀的對不對 所以為了這樣子的一個empirical approach 在岩石力學的這個領域 岩石工程的這個領域 就有一些人發展了一些方法 那些方法是嘗試的去把你的empirical的經驗把它定量化 empirical還是有一些empirical的定量化的一個方式 比如說岩盤 雪山隧道 對不對 我想辦法把雪山隧道的這個地質構造 以及這個岩石的這個特性 想辦法把它變成一個定量的information 這個定量的information就可以進行一些這個移植 經驗上面的這個移植 那這樣講起來好像比較這個籠統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岩盤 基本上它是長這個樣子的 所以每個地方它都有這個不連續面的這個geometry的特色 對不對 它都會有它的這個特色 所以我們怎麼樣子去把這樣子的一個image 把它變成一個定量的information 這個對於impirical approach非常重要 對不對 你怎麼樣子把它變成一個定量的一個information 那所以這個是這個岩體分類的這個很重要的一個大師 他叫做Beniosky他的一本書 在這本書裡面提到的就是岩體分類的這個六個很重要的目的 第一個目的 你不管是任何一個岩體分類的方法 你只要提出來的 你一定要做到一件事情 就是你必須要point out 哪些variable是最重要的 是當你在定量化的時候要把它考慮在內的 舉例 之前我們有提過十個不連續面的特性 對不對 那個都是很重要的特性 所以你要想辦法在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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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你的岩體分類裡頭 要帶到這些重要的parameters 去影響rock mass behavior 比如說我們講說這個不連續面的這個間距 不連續面的 roughness對不對 岩體壁面的強度 這些都是重要的parameter 所以你要想辦法去identify 不同的分類的方法 你會有不同的variable 那depends on每個人的經驗 對不對 你會有對於每一個variable重要性 你認為是重要的還是不重要的 每個人根據他的經驗看法可能會不同 但是anyway 你一定要先去identify最重要的parameter 第二個 當你identify這個重要的parameter以後 你要發展一套系統 那套系統是可以把岩石分成好幾個group A類 B類 C類 D類 E類 F類 對不對 比如說雪山隧道是B類 然後你到了另外一個國家 那個國家的那個岩體也是B類 那你就會覺得雪山隧道的設計 如果成功了 在這個國家這個隧道設計 成功的機會應該不低 因為它們是同一類的岩盤 對不對 所以這是第二個重要的objectives 第三個 就是我必須 必須要建立一個基礎 這個基礎是根據這些不同的group 我們要去了解 不同的group 這些研盤會有哪些特性 而這些特性是影響工程規劃設計施工的 而這些特性是影響工程規劃設計施工的 會有哪些特性 第四個去做什麼呢 第四個就是開始 要把 你不是有把很多的研盤分了好多類了嗎 對不對 你要開始把這個不同的研盤 它的分類 跟工程規劃設計有關的經驗 把它建立起來 建立一個橋樑 有沒有道理 這是很有邏輯的嘛 對不對 你把它分成幾類以後 接下來你要去建立 A類 A類這種是很厲害的喔 A類的這種的話 這個你不用支撐 隧道都可以開挖 都不會垮 對不對 你要把工程經驗 跟A類要把它結合起來 比如說E類 E類這種的 過去的工程經驗就是 我只要挖了 我不立刻上支撐 它立刻就會垮掉 人就會死在裡面 這個就是把E類跟工程的經驗把它結合在一起了 對不對 所以第四個就是要結合你的這個side condition 跟你的這個engineering的這個experience 抱歉 那個第四個跟第五個是結合起來是我剛才講的那個事情 那第六個的話是基本上是要提供一個溝通平台 那個溝通平台就是讓engineer跟geologist 可以在同樣一個平台進行溝通 我們必須要強調一件事情 岩石工程跟geologist有非常高度的關聯性 這個跟土壤工程有一點點差異 但是其實土壤工程也跟geologist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只不過密切的關係的程度沒有研盤工程那麼嚴重而已 所以有很多 很多有一些做岩石工程的 其實它是more or less是介於geologist跟engineer之間 它有一些geologist的background 它有一些engineer的background 所以常常我們在講岩盤工程 有的時候跟地質工程是可以畫上等號的 跟地質工程是可以畫上等號的 那在另外一邊工程地質是比較偏geologist 地質工程是比較偏engineer 大概是這樣子的一個差異 Anyway 岩體分類就嘗試著要建立一個溝通的平台 between geologist跟engineer 比如說這樣子的一個岩盤 geologist有他geologist在看這個岩盤的眼光 工程師有工程師在看這個岩盤的眼光 他們的眼光和訓練常常是非常不一樣的 但是岩體分類法嘗試著建構一個平台 那個平台可以把engineer跟geologist把它拉在一起 大家站在同樣一個base上面 對於這個岩盤工程解決問題提供一些可能的solution 好 那背景讓大家了解了 接下來就很容易 接下來都是這個technical的問題了 剛剛我們有講過就是這個 這個significance important 這個variable是很重要的 所以這張表基本上把一些岩盤重要的這個characteristics把它列出來 那從這個表我們可以做一個簡單的這個區分 那這個就是這個我們所裡頭李希提老師常常在定義什麼叫做工程地質 他提到的這個觀念 印第所的同學應該都已經聽了很多遍了 我們講什麼叫做工程地質 我們會講土壤材料跟岩石材料 這個叫地質材料 地質材料加上構造 就叫做土體或岩體 或叫土體或岩盤 就是岩體 就是材料加不連續面 材料加地質構造 就變成土體跟岩體 岩體 岩體 加上 一些環境因素 比如說侵蝕啦 風化啦 什麼 向緣這個 侵蝕啦 風化啦 或者是 什麼 這個 降雨啦 這降雨會造成 這個山崩嘛 降雨啦 這些叫做環境的因素 土體跟岩體加上環境因素 它就是一個地質的環境 或者是地質的條件 土體跟岩體還沒有包括這些環境因素 讓這些環境因素 考慮了地質環境 地質條件 加上工程因素 就變成工程地質 所以這個是影響你的岩盤工程的最重要的特性 包括了什麼 如果我們不講土壤 我們只講岩盤 包括了岩石本身 包括了不連續面 包括了環境因素 包括了工程因素 這四個會組成岩盤工程影響的因素 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 在這裡 這一個 intect rock 基本上就是material 你可以看得到 我們只有擺intect rock的strength 而且很簡單的 這麼多音響因素裡頭 它就這麼一項固固在那 所以你就知道 這個因素不是那麼的重要 但是不是說它不重要 懂得我意思嗎 所以這個就是什麼 岩石材料 底下的這一堆就是什麼 底下的這一堆就是discontinuity 所以 岩石材料加discontinuity就是什麼 就是岩盤 所以這個框框就是岩盤 那個對於岩體分類很重要的就是岩盤 除了岩盤以外 岩體分類還必須考慮到環境因素 環境因素 環境因素包括了什麼 包括它的風化特性 風化特性 包括了還有什麼 地下水 還有地表水 溶雪 還有冰 硬粒 等等 這些都是什麼 環境因素 除了環境因素以外 岩體分類其實有一個特性 岩體分類的特性是 岩體分類常常還based on你的工程特性 不同的工程特性 你會有不同的分類的方式 所以你不要以為岩盤 岩體分類就是在分析岩體是哪一類 它是哪一類還跟你的工程特性有關 就是剛才我在講的工程地質的定義 李希利教授常常在講工程地質的定義 所以這裡會有一個engineering structure 是會影響到你的這個岩體分類的 所以我們一一來看 material 岩石的material在這邊 discontinuity 包括了什麼 包括了orientation 包括了什麼 包括了你的discontinuity的size 包括了你的spacing 這都會控制你的這個block size 對不對 控制你的block size 就是你的不連續面岩層有多長 我多遠有一個不連續面 這些控制了你的block size 再過來 是你的sure strength along discontinuity 沿著不連續面的減力強度 那這個影響的包括什麼 roughness infure 壁面強度 對不對 這些東西都是去影響到你的這個 discontinuity的這個 這個sure strength 所以包括就是材料本身 包括它的roughness 包括這個填充材料等等的 這個 還有填充材料在這裡 這個都是去影響到你的這個roughness 那外在的這個因素 剛剛我們講了 風化 這個地下水的水壓 或者是流量 雪 冰 硬力釋放 外在的荷種 這些都是什麼 都是你原體分類需要要考慮的因素 另外 在原體分類常常會考慮就是你的開挖的方式 不同的開挖方式會對於沿盤有不同程度的擾動 這件事情在沿盤工程是非常強調的 有一些開挖是品質非常好 那品質非常好對於沿盤的擾動就會相對的少 有一些開挖它的開挖方式非常的糟糕 它會讓沿盤產生新的破裂 舉個例子 就是在這個北橫 有一些人做過這個研究 北橫有一些路段 當初在這個開挖的時候 它是用這個鑽炸法 那鑽炸法的品質沒有well control 所以使得某些路段 它非常容易崩塌 在之後 那原因就是因為開炸的時候亂炸 炸藥用量過多 它除了開炸以外 還把研盤本身破壞掉了 所以造成的就是它的工程特性變差 所以你可以了解 就是說開挖的方式 其實在岩體分類裡頭也是重要的一環 那工程特性特別指的是 譬如說有一些岩體分類 它會把這個岩波基礎 或者是隧道把它分開來看 因為它的特性不同 那有一些岩體分類還會考慮到 你的隧道開挖的方向 跟你的不連續面的方向 之間的關聯性 這些都是engineering structure 跟你的這個岩體之間的交互關係 等一下我們會提到一些例子 所以這一張投影片是讓大家了解 就是岩體分類有哪些variable 是重要的應該要被考慮的 所以對於不連續面而言 基本上就是這些 就是這個isrm的這個十個重要的這個特性 我怎麼樣去把這些特性把它調查出來 去定量化的去描述這些特性 對工程行為的影響 那這個是這個岩體分類法裡面 這個相當重要的一個 如果它不是最重要的 至少也是第二重要第三重要的一個岩體分類法 叫做rmr rm的意思是rock mass rating 就是岩體的平分 rm這三個字就是rock mass rating 那它適用於tunnel 適用於foundation 適用於slope 有一些岩體分類法 它不見得適用於其他的case 那要depends on你的這個岩體分類法 是根據什麼樣子的工程經驗 build up起來的 了不了解 今天如果要是有一個岩體分類法 它的build up的精神 是用300個隧道工程的案例 build up起來的 你就不會想著說 我拿這個岩體分類法去設計基礎 因為它是基於隧道工程的case 這樣了不了解 rm是三種大力工程常見的這個 這個工程型態都可以cover 基本上是這樣 基本上 rm的法 它總共100分 就像我們考試 各位最後這個要這個學期結束了以後 你會得到一個學期期末的一個總分 這個總分 是由很多的分數 加起來平均 加起來計算的 比如說期末考 佔百分之三十 期中考佔百分之二十 然後小考佔百分之十 作業佔百分之二十 等等等 那有沒有這個礦課佔百分之十 類似像這種 rm基本上總評分100分 它的基本評分的因素 一二三四五五個 這五項 我分別依據這五項進行評分 其中 延時的強度 這個延時的強度指的是integrate 完整延時的強度 它佔十五分 你打分數的時候 也就是它佔百分之十五 它的重要性佔平分的百分之十五 rqd佔百分之二十 不連續面的間距佔百分之二十 不連續面的情況 什麼叫做不連續面的情況呢 不連續面的情況包括了延續性 開口寬 粗糙度 填充物 還有風化的狀況 加起來 佔三十分 最後一個是地下水的情況 地下水的情況 從好的 理想的 到不好的 不理想的 可以從0分到15分的range的變化 也就是地下水佔百分之十五 依照每一個項目 去打分數 打出來的分數 加起來 就是RMR值 這樣很簡單嗎 各位注意一件事情 你要不要看一下不連續面佔幾分 跟不連續面有關的佔幾分 rqd 跟不連續面有關對不對 spacing 這兩個基本上是一體兩面的 有沒有看到 spacing佔多少 spacing佔了四十分 這有點像奇末考對不對 佔四十分 各位還要注意 不連續面的條件佔三十分 所以加起來佔多少 不連續面佔了七十分 一百分裡頭的七十分 各位再注意一件事情 地下水的條件 其實控制因素是不連續面 它的水壓大不大 它的流量大不大 最主要的就是被不連續面的特性控制 比如說apture 不連續面的這個開口寬 這個我都不管它 這個我都不管它 不連續面就要佔到 佔到百分之七十的重要性 這個還沒有結束 這個還沒有結束 各位有發現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還沒進來 我說不連續面最重要 被排在第一位的是什麼 orientation 你有沒有發現orientation沒在這裡 厲害的還在後面 什麼叫厲害的還在後面 orientation是被拿來用來扣分的 就好像那個有些老師上課有沒有 要點名 點名沒有到要扣分有沒有 有一些老師特別重視這個 點名沒到搞不好就會被盪掉 那個一扣起來扣特別多 對不對 不連續面的orientation depends on你的工程的形態 隧道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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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多被扣 隧道工程被扣多少 突然忘記 在這裡 隧道工程 隧道工程 他從有利到不利 隧道工程的重要性還沒有那麼多 它从有利是扣0分 到不利扣12分 对基础工程 有利是0分 到不利是扣20分 slope 编坡工程 这已经是旧的资料了 unfarable是负50 新的版本 slope 它是扣60 最多扣60 如果你的orientation是不利的 什么叫做不利的orientation 就是如果你有一个延续性 非常好的一个不连续面 它的orientation 跟你的坡面的orientation 完全一致的时候 这个就是不利的orientation 基本上简单讲 就是会发生顺向坡的时候 会发生顺向坡滑动的时候 不只是那个样子 除了那个orientation 是同一个方向以外 还要看你的这个坡度 跟你的这个不连续面的倾角 还要看你那个不连续面上面的什么 fliction angle 要看这些因素 反正不利 也就是说 容易会发生顺向坡滑动的时候 不连续面的位态的 这个项目 扣分可以扣60分 所以刚刚我们讲说 不连续面 已经占了什么 已经占了70分了 表明在那里 就占了70分了 还有隐含着考虑进去的 比如说地下水 那个还不算 对不对 我已经70分了 但是厉害的就在于 不连续面的位态 如果会造成你工程不利 那么 你要被扣60分 好不容易有没有 这个打分数 打一打打一打 加起来 加一加 好不容易得到了什么 65分有没有 结果你的orientation是不利的 一算下去 RMR是什么 5分 所以我一直在 enhance各位一件事情 就是重视 岩体的不连续面 这不是我讲的 这是摆在眼前的 就是不连续面 Dominate 岩盘的 强度 变形性 还有它的渗透特性 这张图 是评分表 这个评分表 一直在update 所以不要拿老师上课的教材 就当成你将来 不管你要做什么 不能当成你将来 你要考试什么的 就完全满足 现在的这个 这个网络的方便的程度 可以让你非常容易的找到 新的任何新的 RMR的新的表格 因为它的经验一直持续在累积 所以会改变 所以这个图上面 你可以看得到 RMR到1989年 1989年已经是 好久以前的事情了 对不对 从1973到1989 同样的一个研盘 在这里 它的这个六项特性的值 把它摆在这里 你用不同的版本 算出来RMR值 可以从70到76 而有不同的计算的结果 所以各位要注意 当你将来在实务工作 或你要考试 Always要去找 或者你在写 我们这一门课的作业的时候 Always去找最新版的 最新版的 这个掩体分类的方法 那这个复杂的表格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 几个次表格 在这里 我不一一的去讲 因为对各位来讲 你要做评分 这种表格 对各位来讲 再简单不过了 你只要看了 你知道 你就知道怎么去评分 强度 从0分到15分 根据它的弹压强度 或者点赫重指数 我之前有跟各位介绍过 点赫重实验 对不对 点赫重实验 就是把一个盐块 放在两个尖尖的尖端 然后这样压压压 把它压破 你会得到一个点赫重指数 那个点赫重指数 常常跟延时的弹压强度有关 从这里你看到的是25倍 是25倍 好 你可以根据延时的弹压强度 进行评分 你可以根据RQD进行评分 不同的值你会打不同的分数 你可以根据不连续面的spacing 它的间距进行评分 这个你要怎么得到 我们已经介绍过了 对不对 spacing你要做 现地的这个scanite的调查 然后去量测 得到它的spacing 然后 这个discontinuity的这个condition 分别把刚才我们说的 这个是没有细表 真正的这个细表 是把不连续面的condition 分成五项 总分是30分对不对 五项每一小项六分 分别的去打分数 这个就是把这个总分30分的 1 2 3 4 5分别五项 这五项分别从零分到六分 加起来五项就是30分 知道不知道 所以打分数的时候 你要根据这个细表 进行这个不连续面condition的这个评分 然后接下来就是不连续面 接下来就是地下水条件的这个评分 地下水条件这个评分 有三个标准 三个标准 一个标准 是你的这个流量 如果你那个流量很大 你评分就很差 流量很小 评分就比较好 第二个是水压 那水压常常需要量测 你才有办法得到水压 对不对 那水压也是 水压很大的时候 你的评分就很差 水压很小 你评分就很高 第三项是目视看到的结果 目视看到的结果 完全干燥的评分就很好 那个水一直流的不停的 评分就很差 所以这个大概有三个评分的方法 不过我们讲起来 这样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当你真正要做 原体分类的这个评分的时候 我们从同学里头 抓三个 把它丢到一个site 同一个site 去做原体分类这个评分 评分出来的结果 可能差异会非常非常的大 还是会有相当大的差异 有一些这个学者 不是学者 有一些前辈 这个他是有提到一件事 就是说 如果你把大力工能师 抓三个 丢到隧道里头 去进行原体分类的评分 它的一致性 基本上很不太好 它的一致性会很差 那你抓三个工程地址师 把它丢到 碎道里头 去做这个RMR的这个rating 得到的结果会比较一致 那个跟你的这个training 是有关系的 那我特别要介绍的是 这个fairable very fairable fairable fair unfairable 跟very unfairable 是怎么样去做define foundation 我不特别做说明 我等一下会对tonneau 做比较清楚的说明 slope 我general的让大家知道 slope 基本上就是在check 你不连续面的orientation 跟你的坡向 会不会造成平面形的滑动 气形的滑动 或者是toupling 最严重的是平面形滑动 气形滑动跟toupling 是两个相对的是 比较其次的 所以如果你会发生 平面形滑动 你那个基本上就是扣60分 如果你有一点点会发生 平面形滑动又不会 就是介于boundary 可能它就是什么 50分 40几分 扣这么多 那如果你会发生toupling 或者wage value 可能扣30几分 有一点点可能会发生 这种破坏的话 可能扣20几分 10几分 它有一些check的纸表 可以让你去计算 什么样子的情形 要被扣多少分 所以让大家了解这件事 对于tunnel 对于tunnel 它的有利不利的条件 基本上是看这个表 这个表 你可以先把这个有利跟不利的 把它区分为两边 在这个表的左半边 是你的不连续面的strike 垂直你的tunnel的access 什么意思 你的不连续面的strike 假设这是你不连续面 如果你的隧道 是这样子挖 隧道都是现行工程 对不对 如果是这样子 就掉在 左半边 如果你的不连续面 是这样 你的隧道是这样子挖 就掉在右半边 这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你工程规划都会先知道 你的隧道的orientation 对不对 通常你在进行调查的时候 隧道的现行 已经almost 已经决定了 大致上已经决定了 所以这个隧道的orientation 你会知道 不连续面的orientation 你自己要去调查 所以你会分成这两边 我们看左半边 左半边 你又可以分成两类 一类叫做 dry with dip 另外一个叫做 dry against dip 是什么意思呢 左半边 我们刚才是讲说 orientation是这个样子的 对不对 它跟隧道的走向是怎么样 是垂直的 走向跟隧道的 这个axes是垂直的 什么叫做drive drive就是开车 其实就是开挖的方向 drive with dip 意思是开挖的方向 跟deep的方向一致 也就是 如果我隧道是这样子挖过来 叫做drive with dip 我隧道如果是这样挖过来 叫做drive against dip 通常 通常 这样挖比较安全 这样子挖比较危险 可以被了解为什么 你有没有觉得你这样挖 石头好像比较容易掉下来 对不对 我还没有支撑嘛 我一挖 这个石头就比较容易掉下来 我这个方向挖 对不对 我前面的这个岩石 还往外面在斜 往有岩石的地方在斜 对不对 可是你这样子挖 它就往你隧道挖出来的洞里头斜了 所以通常drive against dip drive against dip 它是倾向于比较不利的 drive with dip 是在比较有利的那一边 那这两个 drive with dip 又可以分成两类 一类是倾角45度到90度之间 就相对的这个不连续面很陡 我这样子挖 它又这样子倾 这通常是比较有利的情况 如果它缓一点 就比较不利了 所以如果drive with dip 是在20到45度它是fairable 45到90度是very fairable 非常有利 如果它是against dip 它又很缓 这个是unfairable 是不利的 如果它逆着隧道的方向这样子挖 然后这个不连续面又算陡 那么它还不算那么不利 所以它是fair 它是fair 那如果说是strike parallel to tunnel access 也就是你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向挖的话 基本上就只看什么 就只看你的这个倾角 如果是20到45 它是fair 45到90是very fairable 也就是你在挖隧道的时候 如果你有一组比较陡的结理 比较陡的不连续面 对隧道开挖是比较有利的 一般来讲是比较有利的 那眼尖的同学可能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这里是45到90 这20到45对不对 那小于20度在哪里 小于20度在这里 如果你的deep 是很缓很缓的 也就是0到20度 不管你跟隧道的轴 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怎样 你的这个评分就是fair 就是还好 我这样跟大家解释完了以后 大家对于这些可能就清楚了 可是如果你自己要看 这些东西你要看懂 你就要花很多时间 相信我 你自己要看懂 非常不容易 好你现在这样的话你有什么 你有什么fairable unfairable对不对 对于隧道工程 对隧道工程 如果是very fairable 0 fairable扣2分 fair扣5分 unfairable扣10分 very unfairable扣12分 这样大家会不会 所以延体分内法 你上面你会得到一个基本分 基本分完了以后 做扣分 算完了以后 如果你的rating 是在81到100分之间 那么你就是第一类的研盘 如果你小于20分 你就是第五类的研盘 它的description 在这里 从你分数越高 你是越好的研盘 到分数越低 你是越烂的研盘 下面的这些current 是给你一些 roughly的工程设计的information 就是说 如果你要是第一类的研盘 你的平均的致持时间 这个叫做stand up time stand up time的意思是说 我开挖不上支撑 多久会垮下来 岩石越好 你开挖不上支撑 它可以站在那里站很久 你研盘要是很烂 你一开挖 它就崩下来了 所以这个叫做stand up time 叫做致持时间 自己的致持 是这个持有的词 致持时间 另外 这里有一些empirical的 empirical的强度参数 这个是C 这个是phi 也就是当你的 原体分类出来了以后 你Cphi值大概的range 就出来了 你说它怎么出来的呢 通常都是有一些人 经过实际的案例的反算 当它的粒子累积多了 它就相当reliable 因为你隧道的开挖 反算 那基本上就是一种大型实验 超大型实验 对不对 因为你开挖隧道 去major它的response 那这个就是超大型的限定实验 这全尺寸的限定实验 这种Cphi是最reliable的 对不对 比你砖探 赚一个小岩心起来 那个Cphi要来的 有代表性 对不对 所以有一些人去建立Cphi值 跟你的盐体分类的这个种类 之间的关联性 这个刚刚已经讲过了 好 那这个就是一些guine line 就是说 当你的盐体分类评分出来了以后 左半边这些就是什么 就是开挖方式 Shot cream的喷的厚度 还有你的盐酸需要的长度 跟你需要施加的应力 各位了解吗 在实际的延时 延盘工程的practice 基本上也是这样 就是说 我是根据我site调查的结果 去做我下一轮的设计 这跟土壤工程有一点点不一样 我通常工程师在这个office 我先做了一个基本的设计 就是我什么样子的盐盘种类 我要做什么样的设计 然后它是什么样子的盐盘种类 我每一次隧道在挖的时候 就派地质师到隧道的最前面去 去干什么呢 去进行调查跟记录 调查跟记录回来了以后 算RMR值 算算RMR值了以后 你就知道下一轮你的设计是什么 这样了解吗 这是实际的practice 是这样子在做的 那跟RMR有关的 请参阅课本里头的3.7.3节 那接下来要介绍Q 那我想我已经上超过很多时间了 每次都批评大家的时间 那Q的话我就礼拜五 再跟大家做介绍跟说明 然后就礼拜五我也要开始跟各位介绍 就是这个新的 这个一个lecture 就是岩石的这个力学的特性 那这个以前是这个田友明田老师教的 那我希望或者我要求 大家在上课以前 先把课本先读一遍 这样子我上课会比较有效率 那有一些东西我会讲的比较快 我可以讲的比较快 对大家也好 对老师也好 相信我 我会assume大家有读过 因为其实你每次要上课以前 我相信大家只要花一个小时的时间 一个小时的时间 把课本读一读 基本上我们的上课的程序 就是lecture 3 上课的程序 基本上就是follow课本再跟大家教 我前面的lecture 我自己教的 还有后面的lecture 4 有一点点是我自己自己整理的资料 从不同的教科书整理的资料 但是lecture 3 完全 因为那个就是非常古典的 介绍力学的东西 所以田老师的设计 他的投影片 完全按照课本的程序 来跟各位上课 各位其实要预习跟复习 相对会比 我以前我上了lecture 1、lecture 2、lecture 4 要容易的多 既然它容易的多 我觉得大家应该要做到 所以这是我的要求 我也assume大家有做到 来上我的这个课 所以请大家回去看你的第四章